在1月4号早上7点钟 南京长乐路慢车道上被一辆无牌农用车倾倒了四堆建筑垃圾 造成了早高峰交通严重拥堵 经过十多天的追查 肇事驾驶员被公安部门给行政拘留了 那么这也是南京渣土整治行动历史上 第一位被行政拘留的黑渣土车驾驶员 我们的记者调查了此事 我们今天再次来到南京长乐路时 慢车道上被清理完的渣土依旧显眼占据了一小幅路面 车辆只能绕道而行 目击者回忆 当时乱到的渣土导致了严重的交通拥堵 由于偷到渣土的车辆没有牌照 使得案件无法进一步追查 但巧的是 就在同一天 南京古楼区天津路上的监控探头 拍摄了这辆农用车再次偷到渣土的画面 第一个已经开始到了 第一个已经开始到了 在监控画面中 几辆渣土车先后两次来到相同的地点偷到渣土 仅天津路就偷到了十八方土 污染地面近四十平米 偷盗者猖狂 行径恶劣 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对偷盗农用车进行追捕 通过调取监控和走访沿途工地 警方最终确定 两起偷盗是同一伙人所为 最终在1月14号上午 将涉案司机捉拿归案 根据一个线索提供了一个人姓 他外号叫小伟 后来我们把这个我们金贡调跃的这些照片 跟这个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比对 发现此人正是那天偷盗的违法行为人之一 在1月14号我们通过线索 发现这个人在秦怀区 网吧正在上网 我们明镜赶赴现场将其抓获 在拘留所赵氏司机汤姆交代 自己与老乡一起为南京鸡名寺初心改造工程 托运工程渣土 因为没有合法的图场 所以选择了偷盗 汤姆坦言 开农用车偷盗渣土 一个月就有三五千元收入 跟他一起从事黑车渣土运输的 大约有二十几人 都是安徽老乡 他们咒服夜出 接活经熟人介绍 出土工地老板只让出土 至于倒在哪里 从不过问 由于汤姆的农用车将扎土 倒在城市核心区 因此他面临的处罚 不仅仅是扣车罚款那么简单 而至于扰乱公共秩序 被处于行政拘留五天 这也是南京扎土整治历史上 第一位被行政拘留的黑扎土车驾驶员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